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旗下高端纸品牌好程序来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R系列之SPAR Call 我是主讲人之歌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Action算子 分别是Connect、Count、Top和Tick 如果大家对当前大数据视频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千锋大数据学习营Q群 群号是241617568 那么OK 开始我们今天的正式学习 好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当前Action算子当中的Tick算子 那么刚才也给大家介绍过这个Top算子了 对吧 给大家介绍过这个Top算子 那Top算子取出它是带排序的 对吧 那假如说在这里 我只想在里 就想顺序取出 取出 存储 在RDD中的数据 数据取出数据 那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办 咱们可以直接用TALK 直接用TALK 也就是说这里RDD1.TALK 然后传一个数据就行了 假如说咱也取出三个 但需要注意 这个TALK是不会排序的 没有排序 没有排序 也就是说你是如何将这个数据 除除到RDD中呢 它就怎么给你取 记得它就怎么去 按数据取 它数据取出 然后此时需要注意 它的返回值也是一样的 它们要看了 它返回的也是一个不可变的array 所以在里想打印的话 怎么办呢 咱们也得print它 这里is.2当前 2buff 你得转换一下 变成可变的 才能看到结果 所以这时候呢 咱们执行一下 执行一下 好 那我们看好了 是不是2.1.3 对吧 它是按顺序处出的 就是你之前是怎么存的数据 我就顺序给你取几个 顺序给你取几个 这里呢 需要大家注意一个点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一个点 现在咱们所看到的 无论是connect count也好 top也好 还是take也好 这些算子都属于action算子 它们呢 有一个最主要的特点 就是可以触发 所有之前RDD中 所调用的transformation算子 无论是哪一个 就是因为在这里 主要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算子应用 对吧 那如果之前的RDD 经过了一些transformation计算 那这些算子 主要可以激发出 transformation计算的结果 所以这里需要大家知道 这四个计算算子 也就是x算子 ok 那么我们今天就到